精准到位的手部动作 配上生动活泼的表情 他是丁立芬 从事手语翻译工作超过30年 即日起他多了一项新任务 就是要在北市府美洲市政会议后的记者会上 提供手语即时翻译服务 谢谢这位手语的老师 将来台北市政府重要的记者会 都会提供手语的服务 不论是市长致辞 局处首长做简报 或是回答媒体提问 丁立芬都全程翻译 北市府这项新创举 目的是希望能照顾弱势 帮助听障朋友了解政府的各项施政方针 我看美国总统大选也是有手语 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给一些 这就是对弱势的一个帮忙 那些我都听不到 他至少这是一个很 蛮无名国家 蛮正常的一个动作 柯市长的讲话没有什么特别难翻 因为他讲的其实还蛮好翻的 因为非常的平实 在翻译之前是不会了解主讲者要讲的内容 所以全评的都是经验 为了服务更多的听障人士 凯博大宽评 阳明山 新台北 大安文山 金平道系统台也全力配合 每周二市政会议的内容都会会整重点 将柯文哲市长的每周新政 透过手语老师的即时翻译 晚间七点在第四频道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首播 让北市府的政策方向 听障人士也能无缝接轨 记者林静止 游祥亭采访报道